苗栗县警察局为了加强高龄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推出名为亮点计划的创新措施 借由发放反光配件 让高龄者在夜间及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佩戴 看起来较为显眼 进而能够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苗栗县老年人口比例已经接近20% 如何保障高龄者型的安全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因为高龄者在清晨及夜间外出时 发生的交通事故居多 苗栗县警察局特地推出了点亮计划 今年行人交通事故伤亡的部分 那高龄者的占比近高达一倍 达37.2% 那这是一个相当严肃应该重视的课题 所以呢我们就分析这个高龄者发生交通事故的时段 以清晨及傍晚居多 所以呢我们警察局就决定了采取实际的行动 提出这个点亮计划 苗栗县警察局透过点亮计划改善问题 包括震发长辈们反光手环 反光帽等一系列反光配件 鼓励高龄者在夜间行走或活动时佩戴 能够容易被其他道路使用者看到 从而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发送LED的发光的手环 还有钥匙圈 还有就是我们的反光帽等物件 那让高龄者佩戴 在夜间及光线不明的情况下行走 能够增加能见度 进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点亮计划正式启动 后续苗栗县警察局将前往关怀据点 活动中心及宫庙等 长辈聚集场所发送 借此加强高龄者交通安全意识 为银法族打造一个更安全的交通环境